你不在乎嗎?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蘭姨… 這麼多草紙不用錢嗎? 不是,是買的 外面的人說草紙過兩天就升價了 不是 什麼?草紙也升價? 對,外面的人說柴米油鹽也升了 草紙有可能會不升 糟了 草紙升完,米價會不會再升? 不會吧?剛剛才升了幾天 如果再升上去,我們就慘了 別多說了,你快去排隊買草紙吧 那好吧,謝謝 我先回去 阿妹 蘭姨 阿妹 阿妹,你幹嘛還不開檔? 不是,現在收檔了 幹嘛?你不舒服嗎? 不是,店裡沒有米 看來跑道不值得生意就收檔了 不是,我看你前一陣子生意挺好的 為什麼弄得沒有米落落? 就是因為前一陣子 米價升得很快 我們店裡又沒有囤貨 再加上那些人呢,收到越來越多 我們沒有錢進場,所以就… 那西洋蔡究竟知不知道現在店裡這樣 知道,所以他去了收帳 但也不知道收不收回 阿妹,別收… 好…過來 我這裡的錢剛剛賣十斤米 你現在店裡沒有米落鑊了 我去買米 不行,蘭姨,你給我一堆錢 你到時候沒有錢買米 你來家裡吃什麼? 不用擔心 我家裡這兩三天捉水一定沒問題 來,拿去… 那謝謝你,蘭姨 到時候有錢跟阿修的套回來 我用這些錢買十斤米來還給你 大家公債,可以了 好… 來…這碗索米,慢慢來吧 妹妹,給我一碗租 好…等等 來,喝杯酒店,走走走 慢慢走 好… 老闆,替我聽得下一斤米 另外十斤就用個袋底盤 你的錢只夠買十五斤 十五斤? 是啊 不是吧,你… 你的米價多少?為什麼不寫出來 從昨天開始,米價升了幾次 機械時整個價,我哪有這麼空 在那裡捨一抹 總之你的錢最多賣十五斤,買不買 你的米價這麼貴 你叫我們怎麼做生意 買不買又得來 說不買,下一個價還可以升 那…那買呀… 好,你先替我聽得下十五斤吧 好… 現在的米價是填幾天的兩倍 如果我還米給蘭姨 就等於還多一倍錢 還是還錢了 高貢,我先出去收衣服吧 好… 好… 瑞蘇 妹妹,怎麼樣? 我之前不是借了蘭姨的買米錢嗎 我現在的店舖都短回來了 這些錢還給你們 蘭姨借給你的? 是啊 那我就不客氣了 對了,銀妹還還給你的 還什麼錢? 她說仙一牌,你借錢給她嘛 那現在她找到了,我就還給你 你也是不知道 我之前跟她說的 借錢給她,她還米給我的嘛 還米嗎?那我也不知道 這個臭丫頭一定是在店裡忘記了 我去問問她吧 我去吃吧 我去吃吧 去吃吧 我去吃吧 去吃吧 我去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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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我幫了你之後 突然不見了五金米 蘭姨,你確實是幫了我 但是一單還一單 你沒理由因為你幫到我 要我去吃吧 你吃吧 你說什麼? 好像我幫你就是 故意要你吃吧 怎麼會這樣? 什麼?你之前借給我的錢 現在只夠買五斤米 但你偏偏要我還十斤米 那你說誰是傻子了? 妹妹,你怎麼這麼說? 我之前借給你的錢 就可以買到十斤米 現在你給我錢才能買到五斤米 你這個人說話,這麼沒良心 我沒良心?難以為你這麼說話? 是呀,現在米價升得這麼高 你偏偏要就不要錢 你說誰是沒良心? 你說話這麼橫斑,怎麼這麼不講道理 那就叫街坊出來評評你了 看看誰是沒良心 好,平安 看看誰是… 別這樣,大家都說了一場街坊 為了這麼少的事,弄壞臉 有什麼好看呢? 福哥,你來就對了 那你趕快說吧 究竟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福哥,你來評評你了 我扔錢還錢,哪裡有賺 你們全部閉嘴,聽我說,好嗎? 你們一個只肯要米 一個只肯還錢 那唯有只有一個折衷的辦法 什麼辦法? 把前天和今天的米價加起來 賺回中間價位 那些錢買得多少米? 銀妹還多少米? 大家吃虧一些,你們說行不行嗎?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心裡很不舒服 那有什麼辦法呢? 你們是吃虧了,那怨誰? 不能怨你們的 怨政府?政府無能 老公,徹底的都是我們的老百姓 買一堆菜都比別人昂貴 沒辦法了,不僅僅菜貴 米又貴,什麼費都貴 做得到的 還是你在生生嗎? 我就生生了 群祖,你看一下岚姨、他… 我要回來拿點東西 我先吃東西 現在水都要省掉了 那倒是呀… 福哥, 早安 早安… 福哥, 早安 早安 阿蘭, 正所謂 大家都是街坊, 住在大縣 朝見口萬見面 你以為一輩子都不說話了 跟這種人說, 有沒有說話 我這麼好心幫他, 你看他現在怎麼樣 我怨你, 還是你這種人怨一點 好, 阿蘭, 你好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身上有沒有帶錢 我出來買塊錢, 誰知道不夠錢 有…要多少? 一百塊夠了 謝謝你 我明天收到的洗衣服錢 就還錢給你 錢不用還了, 到時候還塊錢給我 就行了, 那我先走了 好… 福哥 你說現在人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根根計較, 怕死蝕底 來 我今天早上用了錢 剛好遇到陳師奶 我說陳師奶借錢來買塊錢 你知道她說什麼嗎? 不肯借嗎? 姐姐, 她說你將來還錢就不要還錢 還塊錢給我吧 你說什麼小道? 大家街坊街里來嘛 要不要搞成這樣? 好過有些人 像拐牆上面那塊鏡子一樣 只會吊人家, 整輩子都不會吊自己 又不想想想自己一開始 是叫人家還東西, 不是還錢的 福哥, 你也聽到她說什麼? 我當初瞞了眼睛才幫她 誰不瞞她的店頭, 早點倒閉 來…湯麵到, 慢慢吃吧 兩妹, 這是湯麵嗎? 怎麼有湯沒有麵? 哪有說得這麼誇張? 你看, 這裡就有一段, 是不是? 現在物價貴了, 你看兩下吧 縮水縮得這麼厲害 跟清雞有什麼兩樣呢? 你看, 清湯掛, 想讓人怎麼吃 不吃了 不是, 靚爹, 靚… 我走了 慢著, 你還沒付錢 連合合吃的, 一共五百元 老規矩, 寄贖 不行 你看, 這裡寫著嘴嘴, 寫著嘴 你還是付錢 你裝模作樣 我是你的老舍客長期來光顧你 都是到月底才結帳 我欠你的錢, 你怕我不給你嗎? 不是怕你不給 但是現在物價越來越貴 到時候不要說一碗粥 一碗水也未必能買得到 你還是付錢好一點的 我身上沒帶錢了, 怎麼辦? 沒錢? 那你就記下吃了幾碗粥 到時候月底就按當時的米價 算了, 就算了點米給我 我找到當時的米價來跟你結算 你這個算盤挺懂得打的 各位街坊… 來… 街坊街離人 你看老闆哪有這樣做生意 佔便宜, 佔到在客人身上 不熟不吃 我什麼時候佔你的便宜? 小姐, 是你自己設數代先的 我欠你的錢, 還錢給你 你有什麼道理叫我還米給你? 現在那些錢越來越不值錢 那些米價越來越貴 如果你再這樣設數的話 我們豈不是占本生意嗎?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吃你這碗粥五百元 以後這碗粥升到一千元 那你就要我還一千元 給你才不蝕本 說說吧 當然, 屁股 這和大耳洞放數有什麼兩樣? 我這什麼叫大耳洞放數? 這叫頹航宙 頹航宙 我現在說你的米是上個月進來的 你是不是按上個月的米價給我結帳? 反正我現在不理 我現在只吃了你五百元的東西 我到時就給你五百元的 多個斤我也不給 怎麼做生意的? 對, 這些東西越來越乖 生意很難做的 我現在終於明白為何蘭姨這麼生氣了 像她這樣做生意 關門是遲早的事情 什麼事?為何她要關門? 你不是為什麼?做不下去 人家來負責, 去人家賣米 人家哪還敢來? 這種事她也想得出來 說我之前叫她賣米, 她在這裡… 那倒是 其實也不怪她的 現在小時候這麼艱難 小時候艱難就不做了 好, 其實生意並不是這樣的 對了, 做人就跟做生意一樣 人品不好, 生意怎麼能做下去呢 妹妹…怎麼樣? 妹妹, 怎麼不開箱? 怎麼開箱? 開箱, 開箱 開箱的, 什麼時候開門? 要請賣禮, 真是悶就下鍋了 我來點錢, 怎麼看得到你 老婆, 吃粥吧 你…你幹什麼? 出去回來, 像是撞車一樣 吐吐鬥鬥鬥鬥 沒有, 我看到妹妹的店關門了 還不下去 不是吧, 剛才我看見她 她又沒說 她的店開箱, 開得好好的 為什麼又關門了? 老公, 你說關不關事 我經常遷就她 我經常跟人家說 鬼不忘她做不下去 那遷就多遷就不會… 是不是? 你這麼大的人 她還是跟小孩吐鬥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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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都說了 不如吃虧, 會不會死人吧 現在這樣的時勢 她的小店也關了 這麼小妹妹, 她去哪裡玩吃? 那…她做回馬燕妹, 無論如何也有餐飯吃吧 真是可憐, 吃吧…吃粥吧 蘭姨 妹妹, 你要出去嗎? 不是, 我特地來找你 找我?我也來找你 那天我說話, 你不要太介意 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蘭姨 你也知道我心直口快, 不驚太老 你也知道, 蘭姨 之前的東西我都忘記了 這東西是給你的 什麼? 是我上次還給你的米 已經這麼久了, 算了 不行, 蘭姨 上次的確是我做得不對 你這樣幫我 我還這麼根根計較傷你的心 所以你一定要收 是呀, 妹妹, 我也沒怪你 福哥也說了嘛 是政府的錯, 是性格的錯 來, 拿著 就算是他們錯 我也不應該這樣做 弄得大家不開心 蘭姨, 如果你這次不收回我的米 那就是證明你還生我 你不原諒我, 你一定要收 妹妹, 現在這個世道賺錢 那些米價時時漲 我如果收你這些米的話 那我就收你很多錢 我只是壞人, 不行 拿著吧 不行, 蘭姨 你不收的話 就是證明你在生我的氣 所以一定要收 對, 你拿回來 我現在要收得了 我不可以要的 你不收到我 你不原諒我 你不原諒我, 妹妹 你倆做什麼? 嚴正是吵架不過癮 還想拍片嗎? 那要不要我找人來幫拖來撐牆 福哥, 你來得正好 你冤枉了, 妹妹 福哥, 你幫我勸一下蘭姨 她不肯收我米, 她不原諒我 搞半天, 原來你們兩個不是打架 是想在這裡和好 是 一個想還米, 一個不好意思收, 是嗎 那就易過借火了 怎麼樣… 把米分開一半 不要你吃虧也好, 哪個好處也好 總之就一人一半, 有沒有意見 好, 沒問題 是呀, 一定要這樣做 好, 那我幫你們分米 福哥, 先不要分 妹妹, 米一人一半是好 不過我先不拿著 你整袋米就拿回店舖用著 那就等你店舖何時賺到錢 還慢慢還給我, 沒事 謝謝你爹, 蘭姨 不過不用麻煩了 我店舖已經關門了 傻瓜, 店舖已經關門了 可以開的 生意難做, 年年做 捱著捱著就這樣捱過 這裡的米是頂得一時 如果不夠… 福哥, 如果它不夠米 我們可以叫街坊 湊米給它吧 不是呀, 還有街坊 是啊 福哥, 蘭姨 謝謝你們 不用了 謝謝你 你這個臭小子, 快走 老公 老公 老公, 真是你 老公 這位大嫂, 你是不是認錯人了 我沒有認錯人, 我終於找到你了 他們每天都嚇我 這位大嫂, 你真是認錯人了 我不是你老公 雞江坊 做了寡老這麼久 有人認你做老公 還能撿到嗎 老公, 不是的, 真的 老公, 我好害怕, 老公 這位大嫂, 我真的不是你老公 老公, 你放手 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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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老公 這位大嫂, 你真的認錯人了嗎 我不是你老公 不是我老公 不是, 你是我老公 不是我老公 我…我是一月 我不是你老公 我不是你老公 你放手 老公 大嫂 大嫂 老公 老公 阿福哥, 這張是前天的新聞紙 裡頭話說那個陳司長 在各個地方招集了很多新兵 組成了一支突擊鏈 誰知道上個星期一上戰場 就全年風沒, 無一行面 這個阿穴看了這封信 就以為他老公死了 好, 所以他的精神變成這樣 原來是這樣, 真是天無雙 老公… 我要回家… 你現在這樣不能走 你有病, 你要治療才行 我…我吐很重 對了, 阿穴, 你現在要治病 阿穴, 等你病好了, 我們就回家吧 我…我沒有病了, 我要回家 你…幸好我壞人 你帶我回家 阿穴 金醫生 阿福哥, 這樣吧, 我給他一些藥 我相信他的病應該不會有很大問題 我…我覺得很痛 阿穴, 你先坐下 看他現在這樣的情形 要有人照顧才行 譬如要探望他, 要安慰他 讓他心情要平復一下才行 如果他再次受到刺激 他的病不僅不會好 還會愈離惡化的 老公… 老公呢? 老公… 老公, 回房間睡吧 老公, 回房間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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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公 老公, 賣臉吧 謝謝你 雞公虎 怎麼早上有個女人在你家? 我認得你了 雞公虎, 我跟你說說而已 以後你居然帶她回來? 伯伯 這個女人的老公剛才死了 她自己又有病, 很可憐 我不管那麼多 總之我不能讓一個瘋女人 我們當來當去, 害人害怕了她 你這個瘋女人, 你跟她走出去 出去… 八姑, 八姑不行, 這樣吧 這些錢我先給你 就當是半個月的房租 就當和阿遠租個床位, 行嗎? 這樣就差不多了 不過叫這個女人不要惹麻煩給我 知道嗎? 行…她絕對不會惹麻煩 是你才會說的 阿遠, 不用怕, 她為人就是這樣 好, 你在家休息一下, 我去開國了 好, 我要和你一起去 你現在有病嘛, 留在家裡休息一下 老公, 你是不是要離開我? 不是 好了…不要哭, 一起去 是雞公腩, 有… 老公, 熱不熱?來, 喝一口水 你喝吧 你喝吧, 你辛苦了 來吧, 來, 喝點, 熱了 喝了 當然會了 男人老狗帶了個瘋婆出來賺錢 你有沒有本事? 你才知道沒本事, 我老公也不知多厲害 你這個瘋婆, 你說什麼? 老公前老公後在大街上拚命喊老公 知不知道醜嗎?不知道醜不知醜 你知不知道醜嗎? 老婆, 老婆, 老婆 你這麼沒交給我, 叫我老婆 阿穴 嚇死你嗎? 阿穴, 怎麼樣?沒事吧? 阿穴, 你怎麼這麼生氣? 我的滴蛋, 我滴蛋 八姑, 我賺食家餐來的 你要拿你的賺食家餐吧 行, 還給下個月的房租, 就給你了 我的滴蛋… 老公, 你是不是不開心呢? 老公, 我唱歌給你聽吧 你不是很喜歡聽我唱歌的, 對不對? 我唱歌挺好聽的, 你幫我拿來吧 你 你 鯨公辣喪, 有辣又不辣 老公, 你投 Vent, 喝一口水擔憂 老婆, 我不投 Vent, 你喝吧 你看, 整頭汗 老公, 你也是, 成變汗 阿月, 唱了這麼久都累了 來吧, 你先喝一口水 老公, 你喝吧 你喝吧 阿月, 你記不記得以前的東西? 以前? 阿月, 還是等我來? 不用, 我可以了 老公, 我們今天的想法這麼好 明天我們多拿點血 阿福哥 什麼事?群叔 阿月是順德人吧? 你…你怎麼知道? 你不記得我是順德人嗎? 那倒是 對了, 群叔 我們現在幫阿月在找她的家人 你可不可以幫忙打聽一下? 對了, 上一陣子我聽見鄉下 我剛才說有個女人失蹤, 我跟你打聽一下 那倒是好, 謝謝群叔 不用 阿金醫生, 前幾天你又說阿月的病康復了 不過這幾天總覺得是差不多的 怎麼回事呢? 這麼久了 阿月的病, 我治療她 只能治療到現在這樣 什麼意思? 她的病, 說不定會因為一件小事 突然會好得來也未定 又或許會長期都是這樣, 無法康復 我看見的 哥哥 群叔, 怎麼樣? 早前說失蹤了兩名 我也跟你問過一下阿月的事 沒人認識阿月 這樣嗎? 好, 辛苦你了 不用了, 我先走了 好…謝謝 豈有此理, 你去把房子走? 你回家, 救命… 你回家, 救命… 你怎麼回事… 阿Sir, 警察先生, 你放我… 你快點走, 你快點去後山 我們村的人全都是躲在那裡 他們會拉你去打仗, 你會被人打死 你這個女人在胡說什麼? 你說警察先生, 我是醫生 我可以做證, 她… 這裡有問題 瘋子? 什麼事?警察先生 雞鷹工芳 早就叫你看這個瘋子女人了 別讓她四處惹麻煩 現在惹警察來了, 你真是… 是誤會的, 誤會的 原來她真是個瘋子女人 還讓她四處走? 她家人呢? 她哪有家人? 她纏著雞鷹工芳不放 原來沒有家人 要把你抓到瘋狂院 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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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手 你這個瘋狂, 連我你都能咬? 你又指令, 你又指令, 走 我打你了, 我打你了… 你什麼事? 警察大哥… 其實我們今晚就要結婚了 警察大哥, 我們連客人都聘請了 麻煩你高抬貴手, 放過他吧 我保證我會看神他, 不會再出錯了 如果他再不出事的話, 我來什麼? 我走了 你就是要娶她? 是, 你看得到你老婆 如果再犯事的話 我把你們都抓回去瘋狂院, 走 我看得到你老婆, 你看得到你老婆 你現在都應該想想想你自己吧 你老婆這麼多年都沒有消息了 你老婆這麼多年都沒有消息了 金醫生, 有時我自己都在想 不過, 現在哪有女人會後悔我呢 今早煮早餐的時候 金醫生給我吃雞蛋, 你吃吧 不好, 你的身體不好, 你吃吧 不好, 你吃… 衣服破爛了 是呀, 何時勾爛的? 給我 這些是我們女人做的, 我來幫你補 謝謝你 好, 對了, 我也要去開工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阿瑜 回來了? 是呀…來…我買給你吃的 大娘有耳朵? 我知道你一定喜歡吃的 我好久沒吃過 桌布嗎? 是呀, 我用布頭布尾嫩的 很好看 很漂亮 來 做了這麼多菜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這些菜? 我問金醫生, 他說你喜歡吃這些菜 你的風格和戲用 阿瑜的手藝真好喝 味道 你休息一下 燒酒? 是呀,今天這麼高興 不如喝兩杯吧 好呀… 這杯我敬你,謝謝你治好我的病 福哥 福哥?阿瑜,你的病康復了嗎? 是呀,其實昨天 我被警察打了一巴掌之後 我的頭就不斷痛 然後我又不斷想起以前的事 其實我昨晚已經想起所有事了 我已經沒事了 那…沒事就好了 那豈不是喝一杯樂? 福哥,之前令你受了這麼多委屈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沒什麼可以報答你 我,頭頭給你 不…阿瑜,不要… 福哥… 郡嫂,怎麼樣? 我替你吻過香蕾了 原來阿瑜是幸彈鎮黃山的老婆 我替你吻過來了 前段時間黃山被人捉壯丁來過廣州 聽說在戰場上已經死了 誰知道突然前幾天回來鄉下 不過就失去腿了 請客人 謝謝 阿瑜 什麼事? 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好消息? 你老公是不是叫黃山? 阿瑜,你老公還沒死 什麼? 福哥,你說什麼? 我是說你老公黃珊沒有死 什麼?群嫂說的 是真的,黃珊還到處找你 他現在在鄉下等你回去 只不過他受了傷,沒了腳 我老公還沒死? 我老公還沒死? 他受了傷? 福哥,你的大恩大德 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我以後會和黃珊一起來謝謝你 我今晚想搭夜到回鄉下 好,那你隨便收拾東西,我們送你 是… 各位,不用送了 阿玉,這段時間麻煩各位了 阿玉,路上小心點 我知道的 福哥 希望有一天你能等到你老婆回來 各位,謝謝 我請你做的 阿玉 火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